男生不帅怎麼能做牛郎呢 以男人的看法是男生不帅 女人可能看到什麼就很喜歡 就像女生到了酒店說 這女生那麼醜 你為什麼男生要來這麼喝酒 對 男生不帅 因為我以前播新聞有時候 播到牛郎店的社會新聞 逮到牛郎他們跟酒店一樣 他們還是會用那個 阿拔都比較帥 我跟你講 他們還是會用外套蓋起來 你知道嗎 然後就排隊排一整排 結果看到有些肚子很大的 很胖的 真的 很矮的 我告訴你 我還看到那個新聞畫面裡頭 有那個禿頭的 真的耶 我還問那個牛郎說 你是趴車的還是在廁所的 那為什麼呢 為什麼 聲音會那麼好 可是他們有兩個叫戰守則 第一個 他們的口才非常好 非常非常好 你叫他哭 兩秒鐘哭不出來 你不能錄取 兩秒鐘來烤肉賽 所以他們烤牛郎 是烤他能不能立馬哭啊 馬上哭啊 什麼行為 所以明天沒有到底烤什麼呢 比演員還厲害 是烤演技 而且你第二個 他一定要身懷絕技 我說身懷絕技 是 比如說變魔術 可以唱歌 我會想到別的 對啊 我知道 你就太厚不太厚 但是我是 這個很正派的人 我說的是比較不會學派的東西 他就是一定要有一個技能 比如說他會變魔術 或者是說他會很會講故事 或者是說他很會唱歌 然後他很很容易就是一個垃圾桶 你女生怎麼跟他講 他就是事 你叫他跪下來 馬上跪下來 真的 我 因為那幾家店的老闆是我的朋友 女方店還有什麼潛規則 那個我們一般在男生去酒店的話 女生的話 其實女生有時候你不能玩得太過火 玩太過火的話 女生會不願意他就跑出去 女方是可以隨便拗的 亂拗怎麼拗 你叫他做福利女生 他真的做福利女生 你叫他叫他蹲跳 他就真的叫他蹲跳 還有另外的話 他其實就為了求兩件事 第一個就是賞大酒 賞大酒 對 賞大酒就是說 所以他們賺錢的方式跟酒店的酒家女婦不一樣 有點差別不太一樣 他們也是有一個包廂一個包廂這樣 他賞大酒的時候會高喊 高喊什麼東西 王太太賞那個校成有沒有 一百杯大酒 大家就哇 他要喊啊 王太太 王姐姐 王姐姐 你有沒有告訴我 然後在那邊王太太 王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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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美女這樣子 然後賞一百杯這樣 然後那個牛郎的名字就出版 還要喊啊 就喊 一喊出來大家就開始 他不是一個包廂一個包廂 他喊外面聽得到嗎 沒有 他那個包廂 他是那個簾子的那種 他不是那種 就是密閉型的那個情況 他是簾子那個 所以一喊大家都聽得到 對 大家所有人都知道 他開始鼓掌 哇 跟那個賣房子一樣 來 A棟三樓之舞賣出 就成交了 就是這個意思吧 然後他們在拼什麼呢 一個是賞大酒 另外拼什麼 拼那個外拳 外拳是什麼意思 就是 我今天假如說這個牛郎 他上班時間是到那個5點鐘有沒有 到隔天早上3點鐘 如果他是這個樣子的話 也就是說說5點鐘到隔天3點鐘 這個時段 我一個人就把你包掉了 你就可以跟我出去了 那就是酒店的框嘛 就框的那個感覺 不是他是全框 全框可以外出 那外出要做什麼事情不見得 那酒店的女孩子不是全框嗎 還有分半框的嗎 半框全框那個也是有 但是 就是說酒店女孩子有可能出去之後 就回來上班 不是半框就是不轉台 對 那時間到他還回了回來就變你了 可是 我今天這屆節目是測試 影響都沒有去過 你看 馬上 浮力一半就 這麼專業 浮力一半就跑出來了 我做得說你有空啊來的 我是為了要臥底 要去滲透 然後來他們這樣子全框 對 那有這種情況的時候 通常出去的時候都會做什麼 就是去談談情說愛 不見得會去做那種什麼的愛 這樣子 那就會談情說愛 那因為談情說愛的話 就這個方式這個過程中的話 就可以慢慢去摳對方的錢 把那女生的錢 有沒有就飄到自己的口袋裡面 那我曾經有一次幫一個朋友 去處理一個在中山一分 派出所的時候 處理一個案子 案子是怎麼樣 是這個牛 就是這個女生她去牛郎店消費 消費完最後的時候 她沒有想要幹嘛 可是她後來之後就被那個牛郎灌醉 灌醉被性侵 性侵之後 那案子就鬧到了中山一去 去的時候到我就去 牛郎幹嘛做 做白宮 她幹嘛做慈善事業 她這個不需要做生意的 其實當時那個牛郎 還做另外一件事 拍這個女生裸照 她想勒索她 其實想勒索 不然我想說她幹嘛 做白宮 所以我要跟很多女生講 你不要以為真的覺得 牛郎這樣子還要跟你講說 就是愛你怎麼樣 他很喜歡你怎麼樣 其實有沒有是差很多 還有另外一點就是 我真的非常的認為 就是台灣的牛郎的品質 真的很有夠爛 你們不要那種嫉妒心理啦 吃不到不好 他們都嫉妒人家 是 好啦 還沒講完啦 所以她派了她的裸照 對 派裸照 她是要勒索她 是 對 但是這一次是鴨子的復仇 鴨子的復仇 鴨子的復仇很可怕 因為 因為這小愛一胎 那所以你不復 你不復她就要自己慢慢復啊 那怎麼辦呢 以前有一次 我的師父 接到一個 接到一個case 就是真正鴨子的復仇 有一個遇到 他們當然就想要找大咖的嘛 那大咖的說 欸 整天 整天來就搏金包啦 金錶 要找肥羊 對 金錶 哇 這個就當然 大家很努力的去 去迎合她嘛 欸 沒想到 是個假貴婦 她怎麼樣呢 她來都簽這個 牛郎的單 那簽她單 幾次以後 每次來就全包 什麼叫全包 就是說裡面 二十個 三十個 都來 每次來都全包 捧場 對 捧場 全部都來 就是我們說的這個 中旁啦 來囉 來 中旁 那我想剛剛笑成哥講的說 欸 誰誰誰 大酒多少杯 一聽到 其實那個大酒多少杯 不用真的喝吧 不用真的喝 也沒有真的 倒出酒 沒有 就是要給她的小費 只是給小費 那大酒多少杯 對 一下就多少 大酒多少杯 那個 給她 那個二十杯 五十杯 然後 但是沒有真的端大酒 沒有沒有沒有 就是記帳嘛 記帳 就給錢嘛 這個 來 走幾個 中旁 那個開 所謂開翻 就是這個 帶她來進場的牛郎 就高興得要命嘛 開翻 那叫開翻 開翻 因為 開翻 開翻的 她可能會 多一台給她 就是說 比如說 開翻的就一千塊 就一千塊的獎金 你帶客人來嘛 是她帶來的 帶客人來 對對對 那 哇 三兩下 不出一個月 就欠了一百多萬 那欠了一百多萬怎麼辦 好啦 她說那不我這個包包給你嘛 一查之下 哇 包包也夾的 所以她是一個賈貴婦 賈貴婦 而且更慘的是 她還跟這個牛郎借了八十萬 說我要農屁股 她還笨笨的拿了八十萬借她 哇 真倒楣 這個牛郎好像社事衛生耶 對 你比較丟臉啦 這才慘啊 怎麼辦呢 她想想破頭她就拜託其他的客人 其他的客人 因為她號稱 來的時候號稱她是醫師娘 生死牛 生死牛嘛 後來才三 腹也黑白講的啊 對 我們也想說這可能跟你騙 三查四查之下 哎 原來她先生真的是 竹北一個醫院的院長級的人物 竹北醫院院長級的人物 那真的是先生娘啊 對 因為他回去外面都黑白母 從事這個 從事那個 然後出手 就是開錢打手 人家就賣錢啦 賣錢沒辦法 老公不給他錢啦 對 我們的師傅就跟他說 這樣 不就這樣啦 而且還有更誇張的是 還跟他睡了好幾次 也沒拿到錢 等於他被騙財又騙色了 牛郎被騙財騙色 對 還想一想他也很噁 不甘願 不甘 對 透過朋友找到我們的師傅 我們師傅就跟他說 這樣啦 我幫你帶回來 這樣沒有假抓尖 假抓尖是 什麼叫假抓尖 因為他還會來催你嘛 然後你就跟他虛於尾蛇嘛 好 這個牛郎很鮮喔 他有太太喔 他有老婆的啊 為什麼 因為他老婆跟他已經各種各人 好 那不管啦 不管他老婆 好 反正他有老婆 好 最後就協議假抓尖 那假抓尖 那就他就 他就 我們就那個師傅就跟他講說 你就怎麼做 你就先把你的東西弄好 冰在冰箱 然後等到 好 等到下一次開房間 我們就師傅帶著警察進去 帶警察進去 就抓了 然後就說 那那個說 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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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樣 他說有 有 我有跟他做了很多次 你進去 來 我證據也在這邊 好 後來 所以那錢到底要回來沒有 通知了先生來 先生 買單了 買單了 通通買單了 對 付了800多萬 所以小心啊 牛郎有可能 要不到的錢會使出什麼樣的手段